本期话题 女性尿道疼痛 小便刺痛 怎么回事 怎么办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主人医师 这个多半都是 女性有了密尿系感染了 就是尿道的感染 或者是膀胱的感染了 我们知道这个尿道口 它的开口 在这个外阴 它离阴道很近 阴道常常有一些细菌存在 特别是同房的时候 还会带来一些细菌 那么它可能尿道口这个地方 就容易被细菌侵入 并且在这个尿道 或者是膀胱发生炎症 出现密尿系炎症 典型的症状 尿急尿贫尿痛 那么发现了这些症状呢 通常就是感染了 那么我们需要呢 到医院里去查一个尿常规 往往尿常规呢 显示 这个尿里边有一些白血球 红血球 甚至有浓球 发现有尿急尿皮尿痛的症状 并且诊断为尿路感染之后呢 我们要及时扣服抗生素 大量的喝水 冲刷 这个炎症和细菌 这样的话呢 一般三五天内这个尿急尿皮尿痛的症状呢 就明显好转了 炎症呢 也就慢慢的缓解了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我们避免这个就是 同房啊 要注意 卫生 之前我们要清洗 那么女性朋友要经常 更换内裤 清洗外阴 这些清洁的措施做到了以后呢 可以尽量的避免尿路感染 欢迎拍照 马甲 柜 这